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來到我們最後一集 關於社區經濟、社會經濟論壇的一個節目 這次我們的題目是 社區支援農業和社區經濟 嘩,好深啊 所以今天請了兩個專家 來和我們一齊去談這個問題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胡嘉明 亦都是社會經濟研究計劃其中一個同事 今天很開心 其實不是專家 是朋友 合作了很久 其中一個是Bekky Bekky是馬寶寶農場的負責人 馬寶寶在哪裏呢 粉嶺馬市步村 我們都去那裏被蚊咬很多次 一會兒他會和我們分享 這個本地生產有機的農場 很多的有趣故事 另一個今天的來賓呢 就是Van Van Van就是社區經濟互助計劃負責的同事 他的點就是灣仔 他會一會兒和我們分享 社區經濟其實是什麽 然後可能我們之後再談 就是有機農業和社區經濟的關係是什麽呢 他們兩個怎樣互相支持呢 我們可以從場去介意 但是不如首先找Bekky介紹一下馬寶寶 好啊 農場是什麽呢 我們好像這一輪 馬寶寶都很熱 很熱 看很多雜誌 報紙 有時候會見到馬寶寶 叫一些香港市民去農場一日遊 然後就會看看這個營火蟲 看看這個青蛙 我也有見過類似的廣告 然後剛剛在明報 看到馬寶寶的一個圖詞製作班 又是找了一些老師 然後很多普通的市民都會去參加 農場和陶瓷班和螢火蟲的關係是什麽 或者可能今天很開心 Bekky會來和我們一起聊 好啊 那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Bekky 我是馬寶寶社區農場的負責人 我也想介紹一下馬寶寶給大家形成 我們馬寶寶就是一個社區農場 在粉嶺馬士堡村 我們有一班村民和一班熱心的朋友 我們就一起開設農場 在馬寶寶農場裏面有兩方面 一方面我們有一些有機生產 農夫去種有機菜 再賣去社區 另外一方面我們有一些不同的活動 好像剛才嘉明說的 有些生態活動 道賞 我們都很想帶多些外面 在城市裏面生活的朋友 來到農村這裏 都明白農村是一個什麽地方 究竟在香港裏面的土地 我們除了用來建房子 有商場 地產這些 還有沒有一些另外的用途 好像在馬寶寶 我們怎樣去用土地呢 就是我們去做一些有機生產 是一個農業的用途 我們都很想讓多些香港人看到 香港是另一面 究竟土地可以怎樣利用 或者問 問多一句 為什麽要有機生產 為什麽農業是你們的重點 因為我們可能主流的意見 覺得香港地少人多 現在說年輕人都買不到樓 因為除了樓價貴之外 就是供應非常少 那些土地為什麽要拿來做農場 為什麽這個是你們覺得很重要的 一個要去推介的項目呢 那先回答你的問題 那為什麽我們經常都說 為什麽香港人都不夠樓 你還要去種菜 這樣去用地 其實我們就要找問題的 最基本的原因是 為什麽我們沒有地方去建樓 去賣樓 其實在香港有很多土地 只不過很多土地都被地產商去斷了 很多地產商去斷地 令到好像被人看到沒有地方去建樓 還有其實香港有很多樓 只不過是一些我們賣不起的樓 那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就要問一下地產商 其實在香港是有足夠的土地去建樓 但是沒有人會去這樣做 還有我們說在馬史堡邨 其實它一直以來的土地用途都是農業 其實我們都在發展一個地方 我們在發展農業 還有為什麽我們會說要發展有機耕種呢 其實是要有機耕種呢 就是一個可持續的一個發展 就是一個永續的發展 即是怎麽樣你可以十年二十年之後 都可以繼續去用那塊土地去生產呢 那我們就要去懂得怎樣去糊塗 令到那塊田都可以繼續有一個質素去生產 有機耕種 或者我們說一個永續的耕種就是一個方法 還有我們去耕種也要顧及周邊的環境 或者周邊生活的動物、生態 其實有機耕種就是一個最好的種植的方法 我或者多問Bekky一句 剛才你說其實你們不是… 其實應該說一說 你們都是在發展著土地 其實你們不是擺著土地在種菜 那麽簡單 你們在發展著土地 而你們其實是在發展土地的時候 其實是在推動本地的農業 那你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或者為什麽你覺得 香港不是一個金融體制 因為我們其實是最擅長的 金融這些東西 那為什麽我們還要在香港這個城市發展農業呢 有什麽重要性呢 為什麽我們不直接在中國大陸那裏買些菜 然後又會便宜 又會好吃 那麽我們賣出去給我們的市民 那麽這不是最多塊好省的方法 為什麽要這麽辛苦去發展這塊土地 那麽你剛才說到要保護土地 對 還要去顧及生態、環境 對 那麽為什麽這些東西是重要呢 為什麽 我可能會否多說一些 其實我們覺得一個城市 或者一個地方有很多可能性 就是 是否只有一種發展的模式 這個發展模式又是否健康呢 那麽你看到其實一個城市 應該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就是譬如有城市 有高樓大廈 有金融 同時都有農業的存在 那麽其實農業在香港存在的時候 可以解決到很多 就是城市或者社區裏面的問題 譬如我舉個例 好像社區的廢物問題 那麽因為我們農場 做有機耕種的時候 我們會在社區、街市裏面 收集一些廚餘 一些 即是他們 街市譬如 豆腐檔 不要那些豆渣 魚檔 不要那些魚腸 那麽我們會拿回來做肥料 那麽其實如果這些廢物 我們不拿它回來 它最後都是去堆田區 都是我們要花錢去處理的一些廢物 但是我們拿回到農場那裏用的時候 它就是一些農場很好的資源 那麽我們可以解決了一些廢物的問題 同時我們又種到一些菜出來吃 那麽真的有生產 那麽這個第一樣可以解決到 即是城市的廢物問題 那麽同時我們看到 如果我們真的靠入口菜 對 入口菜 那麽其實這些長途運輸 其實是一些很浪費之然的做法 譬如我們在大陸入口 或者在外國入口食物的時候 那些食物要搭飛機來 是 搭車來 很遠的 已經浪費了一些交通的成本 那麽 那麽很多石油 對 運來的時候 可能有些損耗 就是有些爛了的 那些也是浪費的東西 還有運來香港 都已經不是很新鮮的菜 還有我們很遠離生產地的時候 那麽我們就不可以保證那些食物的質素 即是如果現在我們很近 可以隨時去馬寶寶農場看 你會認識農夫 你會知道那些菜怎麼種出來 在哪一塊地種 其實我們覺得 了解生產地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即是你吃下肚子的食物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 沒有想到原來農業可以解決 城市廢物這個很大的頭痛 現在全世界的城市 其實面對自己的固體廢物 其實是無所適從的 我們香港就是一個堆田 當然是 但原來農業是其中一個出路 是的 另外剛才Becky看到就是 本地種植可以解決 就是我們其實可以減少浪費 那個長途運輸裡面 所牽涉帶來很多的成本 運輸的成本 那今天我們另一個嘉賓 我們發現就是 原來跟Becky不是今天才認識的 是有很久的關係 就是Becky馬寶寶農場的有機新鮮菜 原來每一天都是供應給 Avan的機構 就是這個社區經濟互助計劃 這個項目 不如Avan說少少 你們原來是每一天 是不是每一天 還是隔天 一個禮拜有兩天 一個禮拜有兩天 是接收馬寶寶 一些有機材 很多有機的 新鮮的 本地種植的有機材 或者可不可以說一下這個計劃 然後又說一下你們每一天 那個運作 那個運作是怎樣的 可能我會先說一下我們的項目 我們是聖亞國福群會之下 其中一個單位 叫做社區經濟互助計劃 裡面最主要會做些什麼 這個計劃在01年12月的時候已經開始了 裡面我們會用到一隻叫做市分券的社區貨幣 那市分券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有別於一些我們主流的貨幣 在這個項目裡面參與的會員 或者我們叫街坊 其實他可以透過自己的勞動力 或者他有一些特殊的技能 以及他有一些時間 就賺取這些市分券 當他拿著這些市分券的時候 他就可以換我們計劃裡面的一些二手物 或者跟其他會員互相去做一些服務交換 當然就是他也可以換到 來自我們合作農場的有機材 其中一個就是馬寶寶社區農場的遊機材 阿Van 你可不可以說多一點 你剛才說街坊可以付出勞動力 賺時分券 你可不可以給一個例子 給一個例子 例如我們的街坊可以在我們的時分天地 即我們的二手物店裡面 幫忙做一些清潔工作 就可以賺到一個小時六十時分的時分券 當他拿著這些時分券的時候 就可以用一部分來換來自馬寶寶社區農場的一些有機材 即是說換句話說 一個灣仔街坊 他來到你們這個機構那裡 去做一些清潔的工作 但是幫到這個社區輔助計劃 他一個小時賺六十時分 他可能做幾個小時之後 他賺了幾百時分之後 他又可以在你們那裡 換回一些二手物品 是的 或者他又用這些時分去買 馬寶寶的有機材 那些有機材 是的 OK 所以你看到這個時分券 其實是把一些本地生產的東西 和我們一些普羅大眾的需要 連結在一起 是的 那就是說 這個馬寶寶農場 和你們這個社區互動 對不起 社區經濟互助計劃 令到一些很普通的市民 就可以買到 有機材 有機材 是本地生產的 是的 因為可能對一般市民來說 其實有機材很昂貴的 或者可能是一些中產人士 才會買到的 或者可能要在一些超市裏 才買到的 但現在… 或者是一些外國貨 是的 或者可能好像乘飛機過來 就長途拔涉又昂貴 那樣的 但是我們這種合作的模式 就是嘗試將這個消費模式去扭轉 就是我們告訴你 原來我們本地出產的菜 都可以很新鮮和很美 而即使你是一個普通的市民 你都可以吃到 嗯… 那… 這個問題 就是令到 就是剛才Becky說的 有機農業 發展農業 又和社區 是馬上可以連繫得到 嗯 那… 我又想問一下Becky 就是 是 你們賣菜給VAN那個機構 是的 那你們又會 拿了很多時分券 是嗎 是 還是它是給你錢的呢 兩樣都有 兩樣都有 兩樣都有的 那如果你拿了一些時分券 那你又 那麼遠 在這個粉嶺那裡 是 你沒有理由 坐車去VAN那裡買他們的二手物架 那麼遠 那你們這個怎樣… 怎樣連繫法呢 這個可不可以再說多一點 我們都會買到他們的貨品 是 那他們司機來車賽 那就可以順手又 就是 送我們需要的貨品給我們 是的 我們平時… 可以舉個例子 你買他們的什麼貨品嗎 是的 我們平時就會用 就是令農夫賺到回來的時分券 買米、鹽、油等 這些 就是一些日常會經常用到的東西 是的 嗯 怎樣用他們的努力呢 譬如我們農場 就是需要人手去做一些農務 一些簡單的農務 人手短缺的時候 是的 人手短缺的時候 就可以找灣仔的街坊 請他們來農場幫忙 然後我們又給他們回事分 然後就是這樣去工作 但他們又不是農夫 他們怎樣去農場 可以多說一些怎樣幫忙嗎 簡單一點的農務 就是一般都可以做到的 譬如低技術一點的除草 OK 或者窄果 這些都可以 然後Van就會統籌你們的街坊 去到粉嶺那裡 然後就做一些簡單的農務 他們又在那裡賺回 Becky收的時分券 他們又用這些時分券 回來灣仔那裡 又可以再買多些 有多才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的 運作其實是一條龍 我們嘗試希望 這種社區經濟模式 裡面的社區貨幣 就可以將生產 消費可以做一個結合 以至到它是不需要在外面的生產模式 或者消費模式 很剝削 由你生產 直到你消費 過程裡面 其實是很多錢 被中間的團體賺了 如果我們可以將生產和消費做個連結 其實我們又剝削不到農夫 而街坊又吃到新鮮的有機材 或者我在那裡再問問Van 其實為什麼要用時分券 為什麼Becky賣菜給你 你不給他錢 或者為什麼你不收街坊錢 這樣便會簡單一點 不是嗎? 為什麼你要用時分券 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都不太熟悉社區輔助計劃 對 其實時分券可以當作是另類的社區貨幣 因為我們正正看到我們街坊 其實在主流市場裡面 其實它付出的一些勞動力 或者一些技能 其實它的回報是不成正比的 但是… 這是什麼意思? 譬如你工作一個小時 我不說在一工資現在 可能以前沒有在一工資的時候 可能只有十多元一個小時 即是你工作一個小時 你只有十多元 那根本對街坊來說 其實是很難去生活 又要交租 又要吃飯 其實根本就不足夠 所以我們當時想這個計劃的時候 都在想著 其實有沒有另外一些東西 可以幫助街坊 令到它可以面對這個主流市場 有一個不法在那裡 所以就是… 搞社區經濟的時候 就想了另類的社區貨幣出來 那些街坊在這裡 就是相對地公平 那它付出多少時間 就賺多少個市分券 譬如你工作一小時 有六十分鐘 那你就賺到六十市分 那相對地主流市場 是比較公平一些的 還有這個位置就是說 譬如外面 你可能有一些職業 即我們叫做… 所謂專業一些 可能醫生 人工很高 時薪很高 但是我們這邊就不是的 那你是… 那你是… 阿醫也好… 醫生也好… 家庭主婦也好… 家庭主婦也好… 阿伯也好… 其實你在裡面做任何工作 其實都是六十市分的 都是六十市分的 是的 所以其實你的付出和回報 是相對地成正比的 而這些的回報 又可以是補貼 生活上某部分的需要 例如食物 例如一些的家品 所以就會有這個 時薪券的運作在裡面 所以我就這樣聽就是 阿Van你的社區互助計劃 其實是希望透過時薪券這個制度 令到普通的市民 他可以有一個比較公平的 勞動的一個回報 是的 他付出的勞動 他相對拿回報 是… 是… 是成正比的 是成正比的 不會過低 不會像現在市價那樣 就是可能你做成過月 倒垃圾 但是拿到五千元人工 但是你搭車再加上吃飯 然後已經沒有了 嗯 而你這個時薪券的其中一個好處 就是令到這些街坊 其實他雖然可能做一些很普通的工作 可能清潔 你剛才說 但是他又可以透過時薪券去買到一些 其實他在主流市場是買不起的東西 嗯 譬如就是這個… 有機材 有機材 是的 所以這個其實是說一個… 社區裡面怎樣可以透過用時薪券這個流通 這個制度 去令到那些普通人又專嚴一些 去生活和工作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們的項目裡面其中推動的一件事 就是那個… 尊嚴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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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我們有些街坊 其實因為比較… 基層或者低收入 所以可能有些是會拿… 申請筋綜援的 嗯 對他們來說 申請綜援 就是外面的人會提供他們 就說好像… 攤大手把 不然拿錢 但是在這個項目裡面 他就… 即他自己會覺得 我不是再攤大手把了 其實我付出了自己的勞動力 然後我吃到有機材 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 我付出於是… 然後我得到 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 他覺得自己活得很尊嚴 非常好 真是一個非常好的計劃 我剛才聽到就說 Becky說 你們這些司機出去送菜 給他們那時候 會回車的 那回車就會在Van那裡 就會買一些… 油啊… 米啊 是不是這樣意思 所以你們其實也會有米啊 油啊 就是產品油鹽 這些東西賣給街坊 是不是這樣意思 其實會有的 因為在我們整個經濟互助計劃裡面 其實我們有另一條線 就是… 叫做土作坊 那他就是做一些… 土作坊 土作坊 是的 他就是做一些本地生… 怎樣說呢 他是輔助一些本地生產的團體 另外也會做一些自己加工的食物 是的 是的 還有其實我們也有一些貨品 其實是在內地入口的 但是其實我們在內地入口的貨品 其實也是在支持內地一些農民 或者農場的 因為我們是直接去到那個農場裡面 跟農民去談一些合作的 譬如可能他們是… 會跟他們談 怎樣種一些草米 那我們的草米 怎樣運回來香港 再打菊 然後再去賣給社區裡面不同的人 這樣 所以那個連結工作 就是… 不只是我們一些本地的農場 都有一些… 內地的農場 內地的農場 是的 我現在看到開始就是本來 只是打算是Becky和Van 應該是兩個很遠 一個是粉嶺 一個是灣仔 但是現在突然看到很多連繫 而且一個連繫就是 你們一群街坊種了的菜 給灣仔的街坊 又不是只是灣仔街坊 去消費你們的東西那麼簡單 而灣仔街坊又會透過這些計劃 去用他們的勞動 去幫助馬市部的有機農業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健康的社區的循環 裡面有一個非主流的貨幣 剛才你說的時分卷 裡面所帶動的東西其實很多 又幫到貧窮的人 可以吃到有好的食物 又可以幫到農場 這個剛才Becky說 農場可以解決城市的廢物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自然的一個聯繫 很自然的一個聯繫 或者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之後回來再看看 究竟這個有機的互動 還有些什麼故事好說 待會見 大家好 回來第二節的社區經濟和社區支援農業 我們這個節目 今天很開心找到我Becky 馬市部馬寶寶農場的負責人 還有這個Van就是社區經濟輔助計劃 負責人 剛才我們討論 一個完美組合 差不多是 馬市部農場 Becky負責人 會每一個星期 有兩天 供應新鮮的 本地生產的 有機的蔬菜 給Van他們 這個project 而Van他們這個project 會透過時分券 去鼓勵街坊 付出一些勞動 街坊賺了時分券 就可以買有機菜 而Van剛才說的很重要的是 如果他在外面的主流體制 他們賺到的錢 是不足夠賣油機菜的 但在他們的project之下 他們可以有一個有尊嚴的回報 而他們用這個回報 又可以有尊嚴的生活 就是吃到高質素的食物 而在這個過程中 又不單止是一個消費者和生產者 那麼簡單 就是我去消費你的蔬菜那麼簡單 剛才說到Van Van又會組織他們的街坊 會去回馬寶寶農場 去付出他們的勞動 比如Van剛才說到 有時候龍亡 需要人手 可不可以有多些人來幫忙 例如收割、割草、除草 Van仔的街坊就會去那裡幫忙做事 賺回時分券 賺回時分券又可以去買菜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健康的社區經濟流通 剛才聽完這個循環之後 我有些問題 再問回 在我們一般的主流經濟的思維影響 我覺得 Becky你種了這麼漂亮的菜 為什麼你要這麼麻煩 可以直接送給Van 直接送給Van 就只有他們一檔收到 為什麼你不去給多些分銷箱 可以有多些中間人 雖然他收取一些行政費用 但他可能可以發大 你那個馬寶寶農場 可以多些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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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直接給Van 那不只他一檔拿你的菜 那你就賺少很多錢 你們可不可以說 Van也是 為什麼你會叫街坊買他們的菜 為什麼我們去超市有很多選擇 中間裡面的店舖有很多選擇 為什麼要直接去他的農場買菜 這個可不可以多說 好 再說 其實我們也不只是一個出菜點 吐佐方的其中一個 但所有的出菜點都是我們直接去 出菜去買菜的地方 其實我們覺得 如果中間 例如剛才嘉明說 有一些分銷箱 很多層 其實會造成一些剝削 例如我們現在在超級市場買到的菜 其實那個農夫去買一斤菜 可能只是幾元的雞 到了超級市場的時候 可能買菜的人要花幾十元 才可以買到一斤有機菜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很多在我們超市看到的有機菜 都是在外國 有長途運輸 有運輸的成本 中間如果有分銷 就會有很多層 到了超市又要有 舖租 工資 很多不同的水電煤 這些全部的成本都要加到那一斤菜 所以到了最後那一斤菜就會賣到很貴 吃菜的人要幾十元才賣到那一斤菜 但是農夫就是最划算那一層 所以其實對農夫也不是那麼公平 或者不是很有效地支持農夫 但是我們現在直接去賣菜給食菜的人的時候 所有的東西就來得很直接 還有都是很有效的 譬如街坊 他們每花的一分一毫 最後都是給農夫的 都是支援本土農業 還有都是支援我們怎樣去保護土地 或者去幫助社區裏面去處理一些廢物 我們用的廚餘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方法是直接的方法 是比起一層一層去賣菜更加好 而且更少一些剝削 還有Van說 好 我之前也有提過 我們是很希望可以推動到 就是這個生產和消費有一個連結 剛才Becky也提過 兩者的結合其實都有很多好處 其中一個就是可以減少剝削 譬如消費者 他消費了那些錢 其實可以直接給農夫 讓他再種其他菜 或者去保育土地 另外一件事其實我們也很關心的 就是我們跟這些農場的合作 其實可以直接給消費者 其實他知道他吃的東西是怎樣種出來的 對 因為現在其實我們也是 或者甚至普羅市民也是 其實你吃的東西 我當作一棵菜 其實你根本不知道這棵菜是在哪裡來的 或者是哪個農場種的 農場用了些什麼肥料 其實沒有人知道的 那就吃了落土 但是我們現在這樣的合作 即將生產和消費結合 其實我們提供到一些渠道 可以給消費者 他去了解他吃的食物是怎樣種出來的 譬如現在我們跟不同的農場合作 可能我們會組織一些訂購者 或者我們的街坊 他就可以入農場去做一些參觀 他在那個參觀裡面可以跟農夫去聊天 去了解整個農場怎樣去運作 農夫怎樣種菜 用什麼肥料 這些其實都是可以幫到他去了解一些 本地生產的一些農產品 他是怎樣出到來的 他就會懂得放心 他都會想去做那個訂購 這裡說到一個食物安全的問題 Van就說應該結合生產者和消費者 令到他多些接觸 多些工具 但是我會問一個 可能我們主流社會比較容易問的問題 就是搞認證就可以了 我們在賽道上有一個標誌 就是現在你賽統署也是 他是哪個農場的一號 他應該理論上不會用非法農藥 或者如果他是有機的 他來自一個Certificate 是甚麼 那是否會解決了你剛才說的問題 或者Becci想說 Becci想說 好 是否有一個生產者或者是來源地 所以我們就要靠第三者去告訴你 那樣菜是有機的 是從哪裏來的 他有有機認證的 我們就要靠第三者去認證那個農場是有機的 所以就給予一些信心的消費者 但是我們就覺得這個有機認證 其實也不是那麼可靠 我們都知道香港有些有機農夫 有機認證 他們都可以買一些常規菜 就是農藥菜回來再去買給消費者 其實我們就看到 其實那個農夫 他是不是真的有心去生產有機菜呢 那個心是很重要的 還有農夫他去拿認證 他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譬如他要做一些紀錄 他紀錄他什麼時候施肥播種 什麼時候做過那些什麼 是的 就要一些很繁複的工作 就是一些 paper work 去做 其實農夫要他怎樣去種到靈菜 就是要他專心每天在田裡做事 那你還要他花那麼多時間去做這些事情 去拿認證 其實不是那麼快 你也不會吃到真的好吃的菜 他花那麼多時間去做 paper work 我們寧願就花點時間 去帶食菜的人到農場看 其實這些是很直接的認識和了解 即是食菜的人你來農場看 認識農夫 看到生產地 生產方法 其實這些是你最直接去了解 你在吃那棵菜是什麼 或者一個最有效建立信心的方法 是的 那你也可以 即是你也會同時消費者會明白農夫多些 可以 你知道農夫種菜有多辛苦 你知道你在付錢是值得的 農夫都會多些可以明白到消費者 喜歡什麼的菜款 他們都可以跟著去生產 其實是一些很好的互動 即是食菜的人和農夫一些很好的互動 我們希望這些直接的溝通 可以令到大家去建立互信 這個才是最好的認證方法 而不是去看那張紙去買菜 這個才是買菜最好的方法和途徑 謝謝Bekky 所以我在這裡順便跟大家賣一下廣告 就是我們理工大學的社會經濟研究計劃 所以在今天10月4日 就做了這個跨境社會經濟自主生活區 現在我們在理工大學外面 就真的有一個區 Bekky馬寶寶農場 真的擺放了一間 當我在買很多不同的菜 剛才我剛剛買了一斤白茄子 當然我也曾經去過這個馬寶農場 直接跟農夫聊天 在過程中了解他們 原來真的有一大桶魚腸放在那裡 很臭 而他們是用這些魚腸 放在農田裡 直接用來做肥料 還有Bekky也曾經跟他解釋過 這個堆肥是怎樣做出來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 真的是一個生產者和消費者的 互相 其實不單是一個互相認識 而在過程中去建立信用的途徑 但最後一點時間 我會有一點問題就是 我又不是粉嶺區居民 又不是灣仔區居民 那你們兩個的一個循環 你們兩區之間一個的互動 會不會可以再放大一些呢 會不會可以不僅限於這兩區呢 或者可能今天聽到的聽眾 是真的 這兩區以外的18區居民 怎樣參與呢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今天說的社區經濟 而社區又再加入農業 農業 農業又可以再幫助我們整個香港城市去減費 幫助我們香港城市的居民吃到高質素的有機菜 這個減少中間人 減少剝削 令到我們香港普通人買到便宜的有機菜 這一個社區運作模式 怎樣可以再發大一些 或者真的你們兩個可不可以再多說一些 那其實我們很希望可以連結 即是各區不同的遊心人士 或者遊心不同的團體 即如果你都很認同本地生產本地消費這一種理念 那都可以跟我們去做一個聯絡 或者是跟我們各區不同的農場 即生產有機材的農場去做一個連結 那 那 是的 那例如可以是去 我們其實之前有跟類似關中聯合作過的 這樣 就幫他們推動 就是關中聯是一個關注中緩檢討聯盟的團體 那其實我們就把我們正在用的一套模式 就是 直接是跟他們一起去談 教他們怎樣去參考 就正在用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是在天水圍裡面 實踐著這一種的模式 即是他們都會做一個有機的訂購 以及 他們會訂購我們操作方的貨品 那還有是不同農場的貨品都會去做一個訂購的 是的 那所以我們就 如果可以做 都希望就是在各區裡面推動不同的團體去搞一些社區經濟的 去做一些的連結 那 例如好像 我們都會一起去參與Poly搞這個自主的生活區 那 那盡量在裡面 即是如果我們有共同理念的 都一起去做一些的分享 那然後再談為什麼在不同的區裡面去做一些實踐的 那這些區就是其中一個的實踐來的 是 如果區是一個很好的介入給你 是的 那我們農場 那我們都希望多些人了解香港農業先 那你了解了 你知道它是好東西了 那你才會支持 那所以我們在農場這裡 我們都會做很多不同的活動 譬如我們有些 導賞團 有些工作坊 那都希望多些人來到農場這裡真正去參觀 去感受 是的 都明白我們在做什麼 那他們都會 那他們都會 就是有一些支持 這樣 對 有什麼 有什麼 好 那我們都有一些工作坊 都是食物的工作坊 那我們希望透過食物去講土地 講農業 因為其實我們吃到的東西 都是要種出來 都需要土地 那我們希望透過食物去講土地 食物的故事 還有我們有些生態的活動 那其實我們在馬市部 都是一條農村 那去耕田的時候 其實你就要很照顧周邊的環境 生態 那我們會在馬市部講農地生態 那希望多些人都會明白這件事情 是的 或者我在這裡跟他們再買一買廣告 有興趣的人士可以去到你們馬市部的網站 應該 還有你們在Facebook都有 Avan 你們那個的 都是已經有網站 就是叫做 你們的網站就是 直接就是用社區經濟互助計劃 打出來就可以自動找得到 那我猜你們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那希望 聽了的觀眾 可以繼續支持我們社區經濟 社區支援農業這個活動和運動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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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